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10月24日 红军逝取红魔鬼 星期日深夜英超第九轮迎来焦点大战 曼联同利物普将在澳脱福球场 上演今季首次双红会 周中的胜利依然难改曼联近期整体发挥麻麻的事实 近三轮联赛一胜难球期间连续客场不败的今生亦被告破 进攻扣球星防守集乱无章 曼联现时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今次面对来势洶洶的死敌利物普 即使主场作战红魔鬼落败都不会意外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很多球会都缩衣减食 不过依然有那几支球会逆风而行 曼联就是其中一支 他们在今下转会枪可谓出尽风头 相计拿了既如已久的跡顿 新祖和拉菲尔 华拉尼 令到诸多曼联勇等对新赛季充满期待 而临近转会枪关闭的时候 曼联更迎接朗拿道的回归 曼联勇等直接将新赛季目标定在冠军 不过愿望和现实却大相径庭 新赛季进行到今日 曼联的表现用失望来形容 都一点不过分 进攻端上 曼联可以说是毫无战术可言 用通俗一点话说 就是打球升波 中后场的球员直接将个波传到 曼联勇 费南迪斯 和保罗 普巴的脚下 然后二人将个波交给朗拿道 希望利用他们自身强大的实力 去完成破门得分 固然这样可以换来不少的胜利 但长期来讲 这个非常不利球队的发展 主随苏斯克查 同期教练团队需要尽快去改善这个问题 不仅队内攻击手完全不决 进攻战术吐露理应能够有更多变法 例如可以尝试多比迹顿 新组踢回自己在多蒙特时期 大放二彩的右路 以及比艾迪森 卡云尼更多上场时间等等措施 亦不失为一个改变 在在防守端上 曼联过去几季的防守 一直都不是稳固类型 今季冠军中坚拉菲尔 华拉尼来到球队之后 他和哈利 马古尼领涵的防线 稳健到有明显的进步 可惜二人之前相计受伤缺阵 目前拉菲尔 华拉尼仍旧在养伤之中 对于拥有沙迪路 汶尼和沙拿尼 这些强力攻击手的冲击 红魔鬼防线将迎来巨大的挑战 在阵容方面 还有前锋亚马特 迪亚路因伤舞波踢 利物浦方面 对比上季 他们最大的转变 就是迎来定海神针维基尔 云迪克的回归 他上季初段遭遇重伤赛季报销 今季回到球队之后 他一如既往令人安心 利物浦的稳健到重回前季的密不透风 后防稳固之后 克洛普的球队就能更加传心传意去进攻 沙拿、沙迪布 文尼、罗拔图 费明奴 同迪奥高 祖达都屡次为球队破门得分 四人包办利物浦今季绝大部分的入球 而且他们都相当善于在客场搵食 面对防线不稳的曼联 他们有望击穿对手 攻防两端都展现出极佳的水准之后 好的战绩就会随之到来 上将欧冠联小组赛 险胜径敌马体会之后 利物浦距离晋级16强紧一步之遥 同时红军金贵郑赛 依然保持不败今生 除了欧冠联三战全胜外 利物浦联赛六得五胜三和 有18分排在前列位置 他们同车仔 同曼城成为今季增冠的最大热门 期间红军客场表现比主场还要出色 球队客场胜率高达7-5 加上最近一次走访奥脱福球场面对曼联 利物浦赢波之余 中四度攻破对手大门 今次再次交手 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利物浦 奏捷机率极高 在阵容方面 中场泰亚高 艾简达纳 和前锋哈维 艾利洛因伤无法随队出征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和赞我们的page 我们在安波足球拜祭 多谢您的赞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